那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近期你应该关注的新闻 今天呢最应该关注的一条新闻就是这个 兄弟你好 混元的i2v开源即将上线 那混元的i2v当然就是混元的图片生成视频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应该是在 One这个模型的强势压力之下呢 他不得不提出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Open Source混元i2v is coming soon 比较矫情是吧 整个这个人物表现的状态我们看到的只能说一般 如果放大去看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围影在里边 那不知道是比较仓促 还是说他只是为了说明他发布新模型的这个意图 我们点开他的话 你会发现他会在3月6号的下午4点来发布这个新的模型 当然我相信很多的人就会去适配这个东西啊 那这样我们做一个小的工作楼来纪念一下 在CVTi上 也就是我们说的C站上有很多具有非常高的这个实用价值的Laura 尤其是关于会员的 因为现在像One这样的模型呢 他生态还没有完全的构建起来 所以说我们在看他的Laura的时候呢 可能还不是特别的多 像会员的基本上就比较成熟了 那你可以通过模型的筛选去查找到很多的Laura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Laura 叫Matrix Split Time 这个叫子弹时间 这个呢是一种变速 我不知道大家又没用过剪映 或者其他的这种剪辑软件啊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当我们选择一个素材之后 你会发现这有一个变速 这个变速里边一般会有常规变速和曲线变速 当我们选择曲线变速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叫子弹时间的变速效果 它的效果是这样的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我们叫子弹时间 当然我觉得这个说法在这里边体现的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我看到的所有的例子呢其实还是匀速的 但我们给大家来试一个小的例子 我们还是在云平台上来做啊 我用的平台呢依然是Running Hub 你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进到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我们新建一个工作流 下边呢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混元的Native的工作流 那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先调整一下模型 混元I2A 然后这个SD3里边的Clip-L 云平台上的这个名字呢 有的时候它避免冲突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它不太一样 如果在你本地你可能选的就是Clip-L 然后L来码就这个 这几个组件我们调整完了 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去用啊 你一开始用的话呢 它这有这个提示词的一个模板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它有固定写法 说这个是一个子弹时间的一个变速啊 它是一个旋转运镜的一个效果 一个女人呢站在公园的长椅上 然后呢是一个腰部以上的视角 然后她注视着这个降机 然后正在说话 然后这个是一个脸部的特写 金发的女孩 后边强调了一下 说这个场景在围绕着这个女孩在动 所以说呢我们大概能想象出来这个场景是什么样的 然后如果你这样去跑的话呢 它可能效果呢不会特别的好 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会员对于运镜来讲呢 表现的也就一般 所以说呢我们下边呢可以加这个model only就可以了 我们只加载一个基础的模型 然后呢我们选一下 这个我已经传上去了 所以说我直接用就行了 另外的话为了它加速的话呢 我们用一下t-cache 我们得用一个native的t-cache for video 会员的这个预值的话呢是0.15啊 这是固定的啊 下边跑一下 大家看一下它采样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 但是它模型加载的速度稍慢一点对吧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的 你要注意啊 这里边呢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里边有这样一句 underspeaking就是他正在说话 你要注意啊 这个说话的这个感觉呢 它可能表现的不是特别的好 有没有发现 而且这个 整个的这个视角出现的太死板啊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个例啊 我们可以再跑一个看一下 但是整个的运镜呢还是非常棒的 再看一下 大家注意啊 我们跑的这两个呢 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有可能跟谁有关呢 有可能跟这个tcash有关 我们可以去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你要注意啊 对于这种精细性运镜来讲呢 tcash呢可能会有一些损害 因为tcash的基本机制是根据输入的差异性 来判断是不是要重用缓存 如果你对动作的这种细致性要求比较高的话 tcash对整个的视频生成可能会有伤害 那你可以考虑到啊 把tcash先给它禁掉 大家看一下这个可能就好一些 但是旋转运镜的效果就没有了 是吧 当然还有一些优化的手段 比方说我可以开启tcash 然后呢我们可以试一下sage retention 加这样两个节点 当然这儿呢我们需要选成凹凸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跑一遍 注意力模式或者是这种不同机制的变化的话呢 可能会是整个模型的关注点不太一样 对吧 再看一下这个呢就比较完美了 就是说我们既用了sage retention啊 可能会更好的捕捉到嘴唇这儿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运镜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对吧 所以说呢大家掌握住这种调试的方法 第二个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one 2.1里边tcash的用法 目前呢如果我们想在原生的工作流里边用tcash 目前只有kjnode提供的这个是可用的 而且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一个来源于patches2 射到0.42和0.45的时候会有1.5的加速 我去试了一下不行啊 后来呢我才会发现他只测了这个什么呀 就是t2v的1.3b模型啊 别的都没测 所以说这个虽然说已经放出来了 基本上不可用的啊 那目前可用的只有kj这个版本的 有很多的博主在那个推特上边发这个 我给大家呢也测了一下 所以说你没用的话就别去试了 这个效果呢不是特别好 那下边我们就实测一下kj的这个加速 这个我就不在语言上测了 因为语言上的kjnode这个扩展并没有更新到最新版 所以说呢我没有办法的云端给大家测啊 而且呢在本地测可能更有效果一些 好下边呢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先试没有tcache的情况 如果你要用这个节点的话呢 需要把kjnode这个扩展更新到最新版 它这里边呢有一个更新的说明 就是增加了这个tcache的应用 而且是在native的工作流里边 这个节点是在这个位置 kjnode我们找一下 然后这里边呢专门有一个叫tcache的目录 有1tcache内体就是它 都不用改啊默认就可以 如果我们现在去了它 我们5125124是9帧 我们跑一下 好现在呢这个已经完了 我们开始用10 399秒 好我们开启tcache 大家注意啊 这个tcache在前20%的时候是没有加速效果的 因为呢你要注意它这儿start percent是20% 所以说这儿明显的开始变快啊 注意这个机制稍微有些不同 其实通过这个进度条的进展 我们大概也能看出来 就是它这个加速效果呢还是有的 这个也完了 大家看效果也是非常棒 我们看一下时间 219 399 不到一半 差不多 所以说呢这个加速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你真正用的话 就别用别的了 直接用这个就行 那第三个你需要关注的点 就是confi UI本身 如果你更新到新版的confi UI的话呢 你会发现你直接起是起不来的 这个时候呢会报一个错误 是因为呢 它这对前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更新 如果大家打开它的requirement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有了一个新的包啊 叫做confi UI fronty的package 这个呢是专门对于confi UI的前端做的一个passen包 所以说呢你如果升级到最新版的话呢 需要把这个装一下 说白了你需要把这个requirement呢重新执行一下 然后你的confi UI才能起来 那么它更新的点在哪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 比方说呢我现在选中它 第一个呢我可以设定它的颜色 原来呢我必须右键设定啊 现在呢就可以这样设定了 还是不错的对吧 是一个你比较喜欢的颜色 另外的话呢可以非常方便的把它bypass掉 把它pin掉 pin的话就是动不了了 定在这个位置了 当然也可以删掉 这个我就不删了啊 这是第一个更新的点 第二个更新的点 是当你选中多个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你要注意 可以统一设定 另外的话呢就是当我们鼠标移到一个点上 我这个不太明显 我们挑一别的 比方说这个positive 你看这个线到底跟哪连着呢 你可能不清楚啊 当你双击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知道啊 这根线呢 它是从哪过来的 这也是一个更新的比较重要的点 所以说呢 这个前端的一个更新的话呢 让整个的confi用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 这是第三个新闻 第四个呢 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模型 那个模型叫做Cogville 目前呢在Trader上面也是说的也是比较吓人 它是一个中文版的模型 其实应该就是Cogville X系列的 那它这有专门的中文版 你可以阅读一下 它之前已经发布了3plus或者3这样的版本 但是呢好像没有人特别关注啊 现在它给的这个版本叫4 这个4的版本的话呢 主要是对编码器做了一些更新 所以说呢它开始支持中文 用的这个编码器呢是JLM 那么它对中文呢表现的会更好一些 注意啊这是一个生图的模型啊 它提供了这个在线体验 如果你点开它的话 那我们可以沾一个提示次生成器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东西它有的是有限额啊 这个抱抱脸的这个应用总是这样 如果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的话 那可能你就需要排队 或者是可能就会出错是吧 另外你要注意啊 它在这有一个叫enhanced prompt 就是你可以写一个简单的让它改写啊 有很多的那个在线的模型 都会有这样的功能 叫做智能改写是吧 这个我就不改写了啊 如果我直接去跑的话 有可能跑不出来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开始说 我这个已经超过限额了 所以这个就跑不动 你回头自己试一下 你的第一遍应该是能跑动的 后边再跑可能就够呛了 这是这个模型 大家稍微关注一下吧 另外呢 还有一个大家需要关注的新闻 来自于Twitter Twitter的Glock 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大模型 我这儿呢 有它的一个例子 就是它现在有这个生图的功能 而且有修改图的功能 生图的功能很早就有啊 重点是修改图的功能 这儿有一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可以写一段这个文本 然后生成一个图片 然后我还可以编辑这个图片 点这个Edit 然后开始写啊 把这个衣服呢 从这个红色变成黄色 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好下边呢 我们给大家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 我简单写一下啊 Courage 中文也是可以的 但是中文可能 它在编辑的时候呢 背景容易发生变化啊 所以说我尽量用英文来写 是一个女孩的半身罩啊 穿着一个时尚的红色长裙 然后呢 我们来执行 好 现在呢 两个都有了 喜欢哪个可以直接去编辑一下啊 我们现在点一下这个 那你可以写 Change Dress Color From Red To Yellow 红色到黄色 大家看一下 整个人物的一致性是非常强的 当然也可以使用中文啊 我们试一下 裙子的颜色 从红色变为黄色 然后呢 我们同样可以达到变色的一个目的 但是你会发现啊 就是说如果用中文的话 这个色调会有一些变化啊 大家能看出来脸发红 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光感和色调 会发生变化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节目给大家讲到的一些 零零星星的这个点啊 各方面都有啊 因为呢 最近的新闻比较多 所以说呢 我们用这样一期视频呢 帮助大家去了解 目前整个的业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希望呢 对于大家有帮助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爱的人 对于大家有帮助